想知道更多幕後真相 來 國民大會 讓鳳馨說真話帶你們看門照 週一至週五晚間六點 國民大會 這翻臉的速度會不會太快了一點 那麼蔡英文在楊慧如出事之後 乾脆說她不認識楊慧如 等到網友們把他們之前 一起拍照的這些照片 通通都找出來了之後 她現在乾脆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就是跟她不熟 不然你要怎樣 我們先來看一段她的這個影片 我的手無蹭鐵過來 有必要這樣子 萊瑋衝完全不大門 求見吳釗燮 要求部長對卡神楊慧如暗說明白 層層警力如臨大敵 誰說要在鐵門外的 我來不進去 不要給他們 他們要進來 給他們 他跑去 給他們 你是誰 萊英立委聽了更火大 一陣推擠終於衝到大門門前 朱景澤關上大門 法院的監督 拍起來 拍起來 陳奕貞委員還有林奕華委員 他們兩個人的手都已經受傷了 被外交部的官員指派第六總隊的 硬是要把門關上 就是不讓我們進去 招部長踹貢不成 但楊慧如背景身份也被棋底 網友翻出成年舊照 2008年的830百日怒吼大遊行 左邊是楊慧如 右邊的蔡英文熱情抱著楊慧如的小白狗 還討論養寵物心得 遭質疑兩人是不是從很久以前就認識 我在很多的群眾場所裡面跟很多人合影 這也不代表說我對每一個人都認得 或者是每一個人我都熟識 吉利切割的2014年的一則呼籲做善事的冰桶影片 楊慧如點名三大咖 謝朝廷 蔡英文還有前行政院長優錫昆 楊慧如我是認識 我邀請劉慧如沒有接受 是不是我跟劉慧如很熟 撇清在撇清淡多年前 謝朝廷赴日本前子弟兵集合送機 後方是前總統府發言人林鶴鳴 左邊穿格子襯衫的就是楊慧如 楊慧如與謝熙人馬交情匪淺 照片影片種種蛛絲馬跡 跟楊慧如到底熟不熟 綠營現在仍人自危 從不認識到沒私交 不過我們等一下仔細談這個問題之前 有一個好康要送給我們的觀眾 那麼現在你看到在現場的這一些 產品我們要非常謝謝 這個李博藝提供的 那只要是到我們的臉書的粉絲團 然後你去看那個抽獎的辦法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取得這四項 還有一項是背包對不對 背帶對不對 好 那麼到臉書上面去看一下 這個抽獎的辦法 可是剛剛我們所看到這影片 會不會翻臉真的比翻書還要來得快 一下子就變成了不認識了 我再講一遍 對於楊慧如 我確實沒有私人交情 你看他已經一直在講 我再講一遍 鳳京姐別再逼他了 他已經講好幾遍了 而且女皇怒了 女皇生氣了 但是我先問一下 沒有私交也可以拿那個包包嗎 沒有 沒有私交 跟博藝沒私交也可以 因為我跟他們不熟 我們兩個同框那麼多次不熟 不認識 不認識 我講真的 這個畫面 我在群眾場所跟很多人合影 這不代表我對每個人都認得 或者每一個人都熟識 這就是切割 我講真的 如果說這一個 我倒是有一點點可以接受 因為也許像我的狗狗鳳京姐 我跟你沒有很熟你來抱抱 我會覺得你喜歡我的小孩 也許我覺得還說得過去 但是說不認識 我覺得太誇張 那是我的小孩 你要抱我的小孩 你告訴我說 隨便一個人OK 我怎麼知道你給我做什麼動作 但是好 我姑且可以放過 但是下面這個遊戲 冰桶挑戰 大家還記得那時候嗎 為了劍洞人 2014年 所有人 很多政治人在玩這個遊戲 我打一個比方就好了 我也請電視器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自己想一想 鳳京姐我問你 今天如果三個人 你想到要給三個人玩 第一 羅友智 第二 也許是張雅琴 第三 也許是唐湘龍 你會選誰 我這三個人 我都有可能 因為張雅琴其實是我學姐 我跟她很熟 因為你平常 最常跟她一起直播 那我應該會找你羅友智 真的嗎 真的 我跟她不熟 我跟她不熟 不認識 真的嗎 謝謝 我再講一遍 我跟陳鳳馨不熟 結果我們銅框的畫面 被找出來 你會不會很傷心 我會 這就是楊慧如現在的心情 我今天突然跟妳講說 鳳一姐對不起 我跟你不熟 你會覺得楊慧如們 現在在想什麼 不過我覺得今天 蔡英文已經改口了 她從不認識到現在是說 沒有私人交情 所以她已經改口了 我覺得不管也沒有私人交情 今天他們所有動作 都在切楊慧如這個人 不管熟識認得 是不是很熟 私人交情 我們只想要證明一件事情 你們跟他們 到底有沒有曾經跟人在一起過 所以最近很多的這個照片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擔心的是 傷到他們的政黨票 所以從蔡英文出來講話 有一個人更出來講話 卓榮泰 他今天 楊雖然有民進黨籍 但是個人行為與黨無關 這句不夠精準 你知道嗎 今天卓榮泰整個是 如果每個人同框 在於個人的心理層面上面 如果這個跟每個人同框 都還要記得的話 這個對於社會學來講 有點勉強 就蔡英文講說 我不認識楊慧如 就卓榮泰說 認不認識 這是主官的感受 對 所以蔡英文說他不認識 主官上他說不認識 那就是不認識 不然你是要怎樣 不是要怎樣 所以有人間言語卓榮泰 有網友說他是 政治界的佛洛伊德 他連這種心理層面都出來了 這種話你聽得下去嗎 如果你是楊慧如 然後陳菊也是 沒有接觸楊慧如 高雄市長內內也沒補助 結果康鈺成補助了 20萬 5個20萬 所以我們從這裡面看到 那個急著切割的那個心態 司剛你怎麼去看 這一些異次元式的這個切割 其實這些切割 才真的讓大家覺得憤怒 你可以說 楊慧如所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不能夠接受 我要譴責他 但是你要說他不認識 這會不會太誇張了 太矯情了 當楊慧如在網路世界 包括在康鈺成一樣 我以前在謝系 在網路在選舉 這麼幫大家忙的時候 楊慧如現在心理會不會很涼 會不會覺得很脆心 我過去這麼支持民進黨 民進黨我們做什麼 我不但做得很好 我還加倍來做很多的義工 在網路上號召很多朋友 幫民進黨打選戰 幫謝系人講好話 甚至蔡英文我也覺得 他一定是蔡英文的支持者 是不是 人家都冰桶這樣填這三個人 基本上OK 就不然他也去認為說 蔡一定會接受 否則我寫一個莫名其妙的 我想說我寫一個柯文哲 他根本不會理我 那我真的就不認識 真的不認識 人理都不想理我 你跟我說我不認識 所以你寫這個 在代表十足把握說 我一定會去領冰桶 所以認不認識 我相信一定認識 他過去也跟拿民進黨 這麼多的一個案子在做 然後他也做過民進黨黨主席 蔡英文也做過黨主席 也做過黨主席 然後這一段時間 民進黨有沒有委託楊慧如 或是他的公司 有沒有做其他的事情 這個因為是民進黨 自己的財務資料 坦白講外面看不到 但是本身的這種連結性很高 所以我覺得去講 他是不是楊慧如 我覺得這一點都不重要 重點是楊慧如幫了民進黨 正任務做了很多事 而且在2011年的時候 當時楊慧如想要選 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說是游錫坤來找他 你知道那時候 民進黨黨主席是誰嗎 蔡英文 蔡英文 所以你游錫坤找他的時候 有沒有跟黨主席講過一些話 有沒有打過招呼 有 那時候2011年民進黨的狀況 還不是很好 所以像楊慧如這樣的一個 網路奇才 對民進黨來說是個寶 所以黨主席怎麼可能不認識他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凡曾經在一起過 網路上都會留下痕跡 可是網路上有合照 我覺得那是一回事 很重要的是 他們有沒有幫楊慧如 去拿公家資源 現在所驚爆出來的綠色蜘蛛網 那就很綿密了 不管是謝系當中的 管碧林 康育成 阮昭雄 或者是新系當中的屏東縣長 潘夢安 乃至於在高雄高平地區的 康育成 潘夢安跟陳信瑜 或者是嘉義邦的 他的委任律師陳偉仁 以及他的下線那個網友 蔡福明的委任律師 蔡福明的委任律師陳澤嘉 都是屬於陳明文系統的音系 你看到這個綿密的綠色蜘蛛網 在對照那個切割 就更讓人覺得匪夷所思了 這個綠色蜘蛛網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楊慧如這個網軍案 所拉出一連串 頭拉骨的這個黨政網絡 而先說楊慧如這一次 被檢方起訴之後 他跟他的這個網軍下線 蔡福明分別找了這個律師 楊慧如找陳偉仁 蔡福明找這個陳澤嘉 蔡福明尊稱楊慧如奇姐 因為奇奇 是他在網路網軍的代號 他是網軍頭子 那找奇姐幫忙 奇姐要介紹誰給他 因為他都找了嘉義幫的陳偉仁 為什麼叫嘉義幫 又叫做這個畢仲幫 也是畢仲舊親 同時也是法務部政務次長 蔡畢仲 以前他們的這個法律 法務律師事務所 他們的這個律師 其中陳澤嘉就是 陳澤嘉是誰 陳澤嘉就是民進黨 這個以前那個三寶 蔡啟邦他的兒子 現在的立委蔡逸渝 蔡逸渝他是這個嘉義縣的立委 現在正在嘉義競選連任 那他的服務處義務的法律 諮詢律師就是陳澤嘉 所以你看蔡福明要找奇姐幫忙 奇姐又找了這個蔡逸渝的 這個法律諮詢服務處的 這個義務諮詢律師陳澤嘉 為什麼會扯到蔡逸 因為後來不是被人家起底說 他們之前還曾經去泰國 在那邊這個旅遊 然後還躺到那個沙發上 雖然蔡逸渝肚子大大的胖胖的 這個躺在旁邊 那個好像要睡覺一樣 然後楊慧如在那邊滑手機 然後被人家拍下來 還有一張是他依偎在這個蔡逸渝的 這個龐大的身軀的背後 小鳥依人般 非常的這個曬甜蜜 那另外一張是 蔡逸渝跑到了這個楊慧如的 這個房間的浴室 在那邊浴缸泡澡 還被楊慧如放在領書上說 我沒有叫人來 怎麼這麼多了一個陌生人 跑到我的這個房間來洗澡 諸如此類可以看得出來 跟蔡逸渝的好交情 所以你看光是嘉義幫這件事情 蔡碧縱擔任法務部次長 然後他的律師來幫楊慧如 然後還有跟陳明仁之間的關係 以及跟蔡逸渝之間的關係 剛剛這一個靜平所提到的 跟蔡逸渝之間的那些照片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麼他跟蔡逸渝之間的 這些照片 所顯現出來的 不管你所形容的這幾張照片 我必須要說 因為這些照片 有些情境之下 其實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 還有其他朋友 對 我們不應該用八卦的方式 然後來談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但絕對從這幾張照片顯現 他們絕對是好朋友 而且一起出國玩 所以再加上這次出事之後 蔡逸渝的法服律師 也去幫楊慧如 和他的網軍打官司 這幾個律師 尤其是陳哲嘉 之前在陳明文高鐵調300萬的時候 是不是陪他出來開記者位 還拿著跟牛皮皮紙 在這個鏡頭前晃一招 根本看不到那個是什麼東西 然後這個不斷的去解釋 一直在圓圓圓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 這一批必重幫出來的律師 再加上嘉義幫 到底他們上面的指揮官是誰 又跟陳明文有什麼關係 300萬高鐵調錢案不了了之 會不會楊慧如的網軍案 也拖拖拉拉不了了之 就拖到選後 所以博弈這一點 也確實會讓人起人意 陳明文的300萬 現在看起來嘉義地檢署 台北地檢署 都沒有人要繼續的辦下去了 那這樣子的話 楊慧如的這個案子 只要有避重幫的律師出版 就真的會沒事了 當然沒事 只要有避重 什麼事情都沒問題 還有一個是國家御用律師 只要重大刑案 都要他來處理 剛剛我們的金明哥講很清楚 蔡義渝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律師 是來幫我們的蔡福明來當打官司 還委任律師 就幫楊慧如的下線去打官司 沒錯 要知道我們的免費法服律師 在座的選舉都知道 那都是我們非常信任的律師 因為我們所有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我們不容許那個律師 本身有人格瑕疵 或者我們不允許那個律師 是歪勾的律師 對 我戒死磨利 對 絕對不允許 一定是代表我們夠信任 而且能力夠好 因為人家會來法律服務找到我們 代表他有很大的問題 我們一定可以提供給他 最好的律師 而且你至少一定是認識 有一定交情 沒錯 有把握 沒錯 有把握才敢做這事情 所以蔡義渝一定是跟蔡福明的 這一個律師關係極為良好 沒錯 而且中間是誰牽線 我相信大概就是我們的卡神 楊慧如來牽線 所以我來說 這整個關係錯綜複雜 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有一般政治人物 有他的政治資源 而我們的卡神楊慧如 有他的網路資源 他們是一種互利共生的一種狀況 楊慧如他可能提供很多網路的資源 來協助 不管是我們民進黨 北 中 南 各地都有他好朋友 台北市議會 高雄市議會 屏東 包括我們的嘉義 所以我只能講這種情況 如果繼續持續下去的話 我們一定要好好追查下去 可是蔡英文說他不認識 卓榮泰說 他不過就是一般民進黨員 跟我們都沒有關係 但是一般民進黨員 可以跟這麼多的地方立法委員 都還有這個民意代表 都關係這麼好嗎 而且鳳慶姐 我先講 你剛剛回到那個 綠色蜘蛛網那一頁 一般民進黨員的話 這麼多人去找他做文宣 這不是風險很高嗎 而且這個做文宣 而且要懂得他們痛掉皮 比如說康育成 還有潘孟安 陳信瑜 在這個去年選舉的時候 康育成就付了五次二十萬 一百萬 潘孟安付了這個五十萬 陳信瑜也這個付了錢 那每個人不是做貼紙 就是做那個小筆記本文宣小物 潘孟安還是做這個網路訊息的監測 那是不是也是在網路上做網軍 那管碧林康育成還有這個陳信瑜 跟他那麼密切 然後甚至在這個當時楊慧如 他在申請辦WTA的案子 他開了一億六千萬元 添價了這樣一個經費 結果他跟高雄市政府 申請補助五千萬 然後又跟這個台北市政府 中央 台北這個中央要了三千萬 結果中央他找誰 其實他找管碧林 因為管碧林他們都會找他合作 那地方他找誰 他一樣找管碧林 跟小管碧林之稱的康育成 所以你看他說中央跟台北市政府 他兩年這個 還有高雄市政府撈了這個九千萬 只有這個高雄市不肯給他 他就找這些合作過 跟他選戰一起打選帳 幫他設計文宣也付錢給他 你看總計至少那三個 就付了一百六十六萬 有這麼合作的綿密關係 一起打戰有革命情感 然後再加上他辦活動 找他們去官說施壓 這些人當然是有交情 我應該講他給那個 我們潘夢王五十萬 包括給了康育成一百萬 大家會認為那錢很多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騙人的那叫友情價 一百多一樣說他小錢 他在乎是剛剛講的 他高雄 台北 剛才少講一年 他最後二零一八年 合計三年來 他幾乎在北高梁市 達到我們公共的 所謂的體育表演 超過了一億 那還是他真正在乎的東西 而且我真的要講 所以他用友情價去幫 高雄市的民進黨議員 去打選戰 然後幫屏東縣長去打選戰 可是目標是 你們當選了之後 我要補助 你們就要給我補助 沒錯 這會不會就是他當年幫 柯文哲的很重要原因 我們來看蔡壁如 蔡壁如就爆料說 有三位女子一起合作 來跟柯文哲要補助 要到柯文哲不生其擾 這三位其實除了有 除了有這一個卡神楊慧如之外 另外還有一位是市議員顏勝貫 接著他又點名了一位 自由時報的記者 可是今天蔡壁如趕快改口了說 沒有他 看起來很害怕 怎麼一回事還有志 我怎麼聽說不只三位女子 還有第四位 有第四位嗎 還是有其他男子 你爆料一下好不好 我直接講 我說實在 剛剛他說綠色蜘蛛往那張圖 除了箭頭往這邊之外 你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往另外一邊 什麼意思 我意思就是說 今天每個人都跟楊慧如 如此他魅力這麼的強 這麼的高 因為楊慧如長得可愛 美麗天真活潑 所以我今天一直在幫他 不管我康玉成 不管我什麼心系 謝系 每個人無思無悔的 因為可愛的女孩我幫他 所以我幫你要補助 你可以回饋我什麼 第一個就是回饋 第二個是什麼 我怕你對我怎麼樣 有第二種可能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利益或者是威脅 威脅 很多縣市首長 我現在直接在電視上面前面講 你們這些各縣市首長 不曾被這些所謂的 政治蟑螂恐嚇過嗎 他們幹什麼 譬如楊慧如會挾著記者 挾著節目 然後我沒有拿到案子 譬如說斯剛 他可能就是那個所謂的 自由時報某記者 我跟你講 斯剛 我們兄弟 我們拿不到這個案子 等一下有這種 我要再說一次 他是否認的 自由時報記者是否認的 我沒有說 譬如後來也說 其實他沒有 我不需要特別講說 是楊慧如 裡面有很多這種政治障礙 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譬如說斯剛 那我們沒有拿到 我跟你講我們下一張 他久沒有了 他很生氣 報紙就寫一篇修理你 常常有這樣子的公關手段 但是同樣的市政府裡面 還有另外一組 他是某一個節目的主持人 也是這樣 節目 是電視節目嗎 政論 網路都有 所以他常常在某個階段 我突然就覺得奇怪 你怎麼一直要修理 某一個縣市的首長 後來 因為我也是做這一行的 有的時候捧 有的時候殺 就覺得怪 你怎麼突然好他跟他很好 也許找他上節目 也許開始講他的政績 過個一個月之後突然殺無色 我後來就側意去了解說 因為他最近在標他的案子 沒中 友知你要小心 你講這個話 到底有沒有憑據 也許我們大家的公標案 跟那個網站 還有投標的金額 還有沒有成功 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去調相關的節目 或怎麼樣都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公標案 不可說的秘密 我覺得如果自己能夠 大家能夠按照自己規矩來標就好了 但是你用恐嚇跟交換利益 這是誰的利益 老百姓的 所以我告訴你 他自己應該知道很多圈內 這樣的一個生態 但是你不得不佩服楊慧如很厲害 他跟嚴盛慣這些 去跟這個蔡壁如的老闆 柯P要補助 柯P後來不爽 他自備武功 把那個市長專間 很多的廠商其實不知道 直接找市長 我也是當了議員才知道 你去找一般民意代表 找局處長 是沒用的 你要找那個縣市的老大 最大的縣長 市長 他找到柯P聰明 所以柯P嚇嚇到 他乾脆就不要答應 然後就乾脆把他那個 市長的權力廢掉了 可是楊慧如他的重點 不是他一個人去要 他可以夾著這個市議員 然後不知道有沒有媒體記者 一起合作來要標案 他所以變成一個共同體 包含了廠商楊慧如 然後議員政治民意代表 政治壓力 然後再來記者 或是其他的媒體人物 基本上變成一個生態圈 變一個生態圈 就是我當要不到的時候 我可能透過記者 修理那個市長 然後我會透過其他的節目 或其他的這種方式 我再去做很多的鋪陳 很多的批評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算了 反正的錢 又不是我自己套過要包 這公家的錢 我那是東東西湊 我大家湊一湊錢 然後就給你 好了 我第一個 你不要再罵我了 第二個 跟這個生態圈做好關係 其實對很多縣市首長來說 何樂不為呢 所以蔡壁如會點名 他喜歡柯文哲什麼 不生其擾 柯文哲有在怕的嗎 沒有在怕 我覺得這個蔡壁如 他已經離職了 他已經離開市政府 顧問的工作了 然後去當民眾黨的 立委候選人的角色 我建議他講出來 所以你們覺得 他昨天講的是真的 還是今天講的是真的 人家第一個時間是真的 而且楊慧如就是 不然用這樣的一個伎倆 因為有淑慧自己 他就證實這樣一個模式 淑慧之前在好市府時代 他是官傳局的屬密碼 那當時楊慧如就找了一個 這個台北市議員 也是在你那個觸控上面的 最左邊那一位 然後去跟那個 同樣是顏慎罐 去跟那個淑慧施壓 所以他在好龍兵的時候 就已經跟楊慧如合作了 所以楊慧如他們自己公司 推薦了四大運代言人 然後開出了這個天價 你去找一下 後來四大運代言人 這個官傳局 他們不接受楊慧如推薦的人 然後就拼命的修理 楊慧如 修理那個好龍兵市政府 修理這個官傳局他們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找記者去修理他們 所以你不覺得這個模式 就是一再的顧忌從事上演嗎 好可怕 可是你現在常常會在臉書上面 看到推播到你前面的新聞 請問一下那是新聞還是廣告 我們休息一下 臉書最近公布了一些 政治上的廣告 我們才發現說 原來政府還是用公帑 然後去推播他們的政治廣告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臨書